哈囉大家好,我是Peggy 我今天要來和你們做一個review 那就是LV的Kirigami 這是我前陣子購入的LV三件套皮包 給你們看一下它的外型 這個我是去年年底買的 那我已經用它用了一陣子了 那我想說來做個review 還要告訴你們我平常是怎麼用這個Kirigami 或者是What fits inside 那這一件它就是有點像俄羅斯娃娃 你打開之後呢 又有一個包包 然後再打開之後呢 又有一個小錢包 沒錯 就是你一個價錢買到三件東西 我覺得對我來說還蠻划算的 而且它的外型又不是太複雜的設計 是這種簡單的信封袋的設計 我覺得非常好看 它這款信封袋裡面的顏色都不一樣 給你們看一下 大的是這個粉嫩的粉紅色 然後中間那一款是紅色 那這個我已經放零錢在裡面了 最小的呢是這種桃紫色 這就是他們三件的顏色 好那外面就是LV的Monogram 帆布 那裡面的話它這個是牛皮的材質 這款是LV 2017年11月初的 我那時候一剛出的時候看到它本尊的時候 我就覺得天啊 這設計也太好看了吧 非常的時尚簡單 又不會太複雜 然後又有LV的經典Monogram在上面 所以呢我覺得一直受不來誘惑 最後就購入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三款裡面到底可以裝什麼東西 首先是大的 它上面官網寫說它是可以裝了一下iPad 對但我覺得應該是mini iPad 如果正常的iPad是裝不進去的 因為我現在手上就有一台 我都是拿它來當手拿包 你可以放下這零錢包 啊 沒錯 好 最小的這一個它的 我是拿來放零錢 但是它有時候零錢會露出來 露空 露空 當初有一個原因就是我缺零錢包 所以呢 我看上這一個包 然後它剛好又有這個小的 呃 最小的袋子 所以我就想說 欸那我可以拿來當零錢袋 對 但是呢它會 有時候會掉零錢出來 畢竟它很時尚 所以就算了 放進去 還有鑰匙 唇膏 護手霜 手機 手機很重要 這個也可以放得下眼鏡 對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了 你帶小包呢 就是不要帶太多廢物的東西 帶重要的東西就好了 所以它這款包就會幫你 帶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你出門就不用背那麼重的包包了 所以你可以拿一張手包 或者是我拿其他包包的鏈條 我會把它這樣子 把它勾起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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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子 放在裡面 就把它扣起來 它就變成一個 cross body bag 欸 等一下等一下要喬一下 好 就變成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背在 斜件 背起來 就變成一個 cross body bag 開的時候要注意 一定要扶著這個包包 不然你忘記的話 它整個東西就會掉下去了 所以對 這就是其中要注意的一點 第二個 中款的這一個包包 它呢就是可以放得下你的護照 非常的剛好 你可以放好幾本 我們來試一下 來來來來來 唉唷 這裡有 1 2 3 4 5 1 2 3 4 5 6 6本 6本放不下 再拿一個起來 可以放下 大概5本的護照 來給你們看一下 5本護照 平常就是帶我的 症件 然後呢 裡面會放一些 收據啊 重要的東西 帶我的護身符 護手霜 香水 這是LV的Rose 味道的 非常的香 等一下 這是我最喜歡的 味道 再來護唇膏 好 那我平常就是 會放這些東西 只是它裡面還有一些空間 你還可以再放 啊 對對對 我會放耳機 對 沒錯 但現在耳機不在我身邊 那你就可以扣起來 再來是這個小的 你小的呢 你可以放零錢包 或者是你可以拿來放 放卡 都可以 但是因為我有這個卡架了 所以呢 我就沒有拿它來放卡 但是 我們也可以試試看 你可以放 卡片也可以放零錢 這款也其實還蠻適合那種卡片 超級多的人 給你們參考一下囉 大概用了兩個月多 然後我非常的滿意 它的重點是它的外型 非常時尚簡約的設計 然後又是信封袋 所以就是那種包包信封袋 就會很有吸引力 尤其是這款 非常重我的點 而且裡面這個又是粉紅色的 而且它又有三件 就是你就會有這個大媽的心情 想說一個價錢有三樣東西 好 那就是這樣子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結束 希望你們會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那也希望你們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超常在這裡PO東西的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下次再見 掰掰